我现在到了玻利维亚 圣克鲁斯 我不知道为什么 按理说他说是12点到 现在已经凉点了 好神奇 晚点了两个小时吗 我刚才一上飞机我就睡着了 那个飞机好像什么魔力一样 然后还做了个噩梦 那个飞机 碰到我们飞机撞到一个树上 然后现在头整个懵得感觉都有点生病 好难受啊那个飞机 感觉那个飞机有什么魔力 好多人在接机啊 怎么有人生日似的 我现在是去国内转机 我现在在玻利维亚的 现在是首都吗 还是拉帕斯的首都 圣克鲁斯首都吧 在他的首都圣克鲁斯 然后这个小机场蛮荒凉 蛮小的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 domestic跟international的区分 我现在要去domestic把我的行李托运了 然后我现在五点钟转机 现在一点了 五点转机去拉帕斯 然后现在整个很懵逼现在 然后哎 玻利维亚的纪念品商店跟 peru好像哦 然后我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去 啊这边有lounge 可以去lounge坐着 然后我要取个钱 上个厕所先 刚才地勤大叔跟我说 跟我说那个 他们那个柜台在那里 国际国内不分的 地勤大叔英语还蛮好的 然后那个柜台的妹子英语 感觉听不太懂 听不太懂我说话 然后 他说他四点半才开 五点半是那个 五点半 五点半的飞机 五点二十的飞机 他说四点半才开 我现在就是我先去lounge里 或者我看这边有stick box 我先找个地儿睡 哎我现在先去找地儿睡 不然等会儿那个 等会儿没地儿没地儿了 他那个房间很紧张的 我去sleep box里睡个觉 赶快先去抢个位置 应该是很便宜的 不知道开没开吧 是前台小哥 这个是他们的房间 啊 ok ok 这个是他们的价格 这一溜 然后我三个小时到 就到四点半了 是两百一 除一五相当于四十澳元吧 然后他们这儿用那个tap用不了 我只能用实体的卡 他这个地方对面就是他的厕所啥的 我先去上个厕所刷个牙啥的 然后我顺便去看一下etm取个钱啥的 我先查一下汇率怎么样 我现在45到3小时的胶能 我现在上个五次机场感觉还不错啊 我空调了 有充电口 有完善里 就够出生的希望 也把单身 全都收拾了 全都收拾了 对 有充电口 有完善里 出生的希望 不错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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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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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好像不如直接取线划算 我看有没有ATM 我刚查了一下 其实它那个汇率差不多的 因为美元对澳元现在是跌了 其实汇率都一样 我直接打美元现金换吧 这没找到ATM 全家美元现金换 270在那边 换个400 换个400块钱 他们汇率是这个6.96 挺好的换回去的话6.97 跟银行的那个中间价是一样的 只收15块钱手续费挺好的 如果你没有免手续费的银行卡的话 你就来这换 有的话其实你取也就省个三四刀 估计 这个是我的钱 感觉他们就赚个手续费15 这就三刀吧 汇率就是按银行的中间汇率算的 400每刀换了2700 这边我打了个Uber Uber还挺贵 Uber要96 然后呢跟他讨价还价出租车要100 其实也还好 跟Uber一样 怪不得他们收招Uber一点都不便宜 然后稍微还价了一下80 我觉得80可以 比Uber便宜16呢 16几刀啊 三刀 哎我发现一笑的话好像有点不缺氧了 反正这里打出租车方便吗 就打出租车 打出租车不方便就打Uber 还有个车牌啊 习惯的 市街海拔最高的速度 哪怕四千米了啊 大概的出租车 我们现在需要50分钟 到那个酒店 订了一个无限无级的奶酒店 它是日间房 他们有个套餐 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 花了七十米的 对 对 八十米 街道 这人家说秘鲁比较像 整个他们 从南东西 然后匹风呀 什么的 然后建国 还有这种高粮的景观 高粮的景观 看到底上的缆车 他们这儿的缆车 就相当于是公交车 这边就是 弄缆车当工业交通 缆车票只要2块钱 因为他们这儿都是山顶 这个城市真是神奇 我不记住这可能只有重庆人想给人家 看他们真的和秘鲁好像 这些这里人的那个打 老大妈的打断都是跟秘鲁一样 这个大哥找的也挺相同的 这个大哥找的也挺相同的 他在这里还是东西吗 这里可能算是印家的后裔吧 你看看这个城市 整个福干这个城市 这个地方的队是不飘着 这个雨就在我身边 人影不美 还有对 我们还没有 和对 都在这边 我现在都在这边 很多城市都飘着 我还有一些 我都在这边 我都在这边 我们现在正在 一步下距 一步下距 我们现在正在 这里有很多这种圆山坡的坡 这个小镇子是拉帕斯的卫星城 这个小镇子是拉帕斯半个小时 然后马上就要到这个酒店了 这个酒店是说最近新建的车是陶海的母亲 车车说买那个纽约的那种 连带到了玻璃无亚的那种 看那边那个云就飘在那酒店上了 这个云真的就在你面前了 有点头晕了 所以他们酒店还帮忙弄了一下箱子 我已经进来了 感觉到了酒店之后瞬间精神焕发了起来 然后酒店问我说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我说一个人 然后他给了我一瓶水 这也太实在了 你就不能多给一瓶 然后看一下这个窗外的景色 哇整个绝了这个景色 对面有个山似的 各种各种内容 就是房子在半山腰上 带大家参观一下我的房间 这里是有那个游泳池跟那个 呃 jacuzzi的 在地下衣 然后他还送我早餐 诶 十点半之前 我就先把早餐吃了 不能浪费了 哇嘴唇干的 然后刚才啊 对刚才他那个前台挺热情的 帮我另行李沙的一路带上来 就给了他十块钱小费 十块钱相当于两包吧 对吧 我别给错给了二十包 嗯 然后 不错 参观一下我的酒店吧 再看一下我的酒店 从这个门口进来之后 有种面强的落地窗 然后这个厕所风格我超喜欢 就是感觉很那种酒店 就是那种叫什么来着 我也不知道 就像那种伊兹卡尔封酒店 是公寓的就是在摩尔本的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比较新的那种公寓 是公寓酒店两路的那种 我都喜欢这种风格 然后这边是Goldfinish的这种小玩 啊 这个衣室不错 虽然不大小的 但是感觉很干净 然后这里就是 它的主要的空间 这个床 是很舒服 那就是那种 就怎么说来着 嗯 软 但是会有支撑的那种 噔噔 我现在已经恢复了一点了 这里有mini bar吗 没有mini bar 然后大电视 这应该是智能了吧 至新 现在酒店再不是智能电视 近两年才建的 然后这个灯光是非常的好啊 会看一下这个灯光 灯光是真不错 然后看一下这个窗外 这是绝绝子的 整个你看那里有座山 这是整个它这个 卡拉 摩托小镇 叫什么 忘了 反正就是拉帕斯 这不是拉帕斯使用 也是拉帕斯旁边的一个新区 好 好 毛巾是乾脆的 人心不一樣,包子都是 好爽啊 我今天不想衝了嗎 我今天也不衝了 阿拉巴斯是玻璃園亞的手機 我就起碼把那個女巫市場掛了 他送了我一塊巧克力 現在空的地面看著吃 等會兒吃飽的人吃 我剛發現這個窗簾離絲是智能的 外窗簾已經開了 雖然在空內的戴安美褲 都是這種方便 但是我還沒有許願過好不好 我來一下 我來一下 丁丁 丁丁 丁 丁 便宜 雖然 也有個流漆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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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年啊,這個窗戶。來自4000到高還大,還是要再同一,窗戶一開就要再同一,反正這個屋子裡加了氧氣了。 哇,好爽啊。 我發現出去,出來玩。 最重要的,真的是休息好。 想起之前跟叔叔叔叔叔叔老抱怨,就是說,那個酒店太差了,心情太短。 確實,啊,啊。 玩,休息不好,玩一下都沒有預期。 我超喜歡他們這個大嘴頭,你看他們頭頂這個大嘴頭,掛在床樓上。 早餐不怎麼樣,沒什麼太多能吃的,就這些。 然後可以點一個omelette。 但是他們的早餐餐廳好酷。 有點像個酒吧,不像個餐廳。 可能主要是喝酒的地方。 大家都在等著這個培根。 他們每次只放6根培根。 我拿了3根,妹子拿3根就沒了,其他人都沒有。 效率也太低了。 而且他就培根蛋跟這個,一個pancake,還沒見到長什麼樣子。 然後點了一個雞蛋,跟他額外點。 我現在終於懂什麼是飢餓飲銷了。 那個培根,每次他只放6片,特別小,就那種小片。 然後在座的大概有6、7桌。 你想6片根本不夠吃的嗎? 一個人可能最少也得拿3片。 他每次6片,然後兩個人一拿,沒了。 剩下人乾燥眼。 絕了。 雞肉營燒。 旁邊的鏡子,看了這邊那個山好好看。 我現在搞反的特別特別嚴重。 我現在那個感覺,整個頭,就像之前煤氣中毒似的。 一搖頭裡面就有一個鉛塊。 搖頭特別重,像要爆炸那種感覺。 不知道有沒有地方可以吸氧。 我感覺不行。 我想直接回去了。 我現在還在酒店躺了一天,然後我現在要出門了。 去趕那個過夜大巴車,我感覺真的不行了。 如果過夜大巴明天不舒服的話,我就在烏雲泥再躺一天。 然後準備去藥店買個氧氣瓶。 還得吃點東西。 然後我走之前我發現,這床也沒有打掃過呀,這個床。 誰的襪子。 不說了。 我沒想到我在拉帕斯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去藥店買氧氣。 這床也有點混亂。 沒有什麼紅綠燈,過馬路要小心。 我現在眼睛看屏幕都是暈的。 我剛才看到街邊有那個報刊屏,賣那個水是三塊錢的。 我等會兒買,先買個兩三瓶,然後到烏雲泥再買吧。 我現在就是還有點噁心。 高原反應的沒有噁心。 我草這河好臭。 哎,這對面有個,咳咳。 掃飯店,我要不要吃點。 哇,你看對面。 那個山上。 星光有點。 這是一個藥店。 我看看,這應該有賣那個氧氣的。 這是他們櫃檯。 他說沒有,但他又裝我等一下,不知道是幹啥。 他們好像有這種共享的出勤車。 我看他們都招手,然後就停下來那種。 那這邊買了個炸雞。 其實那種感覺像那種路邊攤的炸雞那種,我感覺吃點熱的,吃點油炸的,不能好。 然後我怕買別的那種他們的料理,我也感覺是不是會不會有點黑暗料理,我也不懂。 感覺這個炸雞比較穩固。 這個是18。 18,18也差不多四刀吧。 然後我還在找那個pharmacy,我再過十分鐘找不到,我要打Uber走。 我放棄了,問了幾家藥店都沒有。 好像我查了一下,波里維亞好像不怎麼賣這個AutoCity。 秘魯比較多。 然後我現在先去汽車那吧,問一下司機什麼。 我發現這邊跟秘魯一樣啊,打到Uber之後他不動,他就原地在那坐著。 我不知道是因為那個價格便宜還是怎麼回事,他們就不過來。 我們到他們的四區了。 他們大街上全都是這種,呃,叫什麼,麵包車。 比麵包車大一點的那種,中版。 比麵包車大一點的那種,比麵包車大一點的那種。 這裏還有黃的朋友,你看一下多繁忙。 旁邊女巫師場在旁邊。 波里維亞好厲害啊,這個拉巴斯整個全都沒有過,先走了。 你看,他們全部全都是這個車。 50%的車都是這個車。 他們的類似公交的那種,共享豬豬車,公交的那種感覺。 因為沒有看到大的公交車。 馬上要到那個大巴扎。 過夜大巴扎。 我應該早點來這兒,然後我買一區藥店。 這邊的藥店有可能有氧氣。 我的那個地方比較偏。 這個是他們的大教堂。 看起來是非常的古老。 而且有一點拉美特色的感覺。 這哥們開車在冒。 本來就是40分鐘的路上開了20分鐘的路上。 還沒力,還沒有超市。 這邊就是,路邊全都是路邊攤。 你永遠不用擔心餓,大半夜隨便走到哪都有吃的。 不像我之前去的。 什麼地兒來就忘了。 大部分地區吧。 像巴西啊那些。 墨西哥,秘魯啊,玻利維亞這邊,都是吃的超多。 這邊,憑我這幾十分鐘淺薄的見解,就是,為她的評語就是,為她的評語就是四五個字。 跟秘魯好像。 他們的大廳好大呀。 好多個牌子,不知道去哪裡。 還好提前了半個小時吧。 看一下。 他們這邊。 他們這邊人的長相。 跟秘魯好像。 我覺得應該都是有印加的系統吧。 好,你看看。 他們的裝扮真的跟別的國家很不一樣。 這邊都是那種過夜打吧。 看他們那個牌子。 找到了。 Tennis。 大烏油泥的。 這邊都是大烏油泥的大坊。 這是他們的小店。 這個是那個茶來著。 就是用那個跟那個Cocaine同樣的葉子做的。 剛才我碰見一中國哥們他說讓我在喝的。 確實那個秘魯的那個大哥也說喝完會有用。 緩解一下。 我先喝點吧。 試一下。 現在我是到此也買不到氧氣。 我又買了瓶水。 然後這都易生裝的。 呃,多喝水吧。 這個水價這個茶是收了我12塊。 他說水是5塊這個7塊。 還是挺便宜的。 比我那個小攤賣的便宜。 這茶好燙。 剛才碰見一個中國哥們。 他說我的嘴唇都紫。 多喝點水。 反正車上有廁所。 我到車上再把我的雞盆給吃了。 吃點糖我覺得。 我吃糖感覺稍微能好受一點。 。 我吃那個Cocati。 誰會緩過來了一點了我感覺。 晚上躺著晚上試試看。 現在跟著賣票大叔去坐車。 OK。 這個就是我們的車。 叫Panels。 他這個車座就是買票時候都是確定的。 所以不用搶座啥。 這個這麼多箱子。 大家都是拖家帶口的。 我發現去這個地方好多中國人。 同行的全都是中國夥伴。 我感覺一半都是中國人。 一半都是中國人。 然後80%都是妹子。 看一下我們的大巴。 他是一排三個坐的。 如果你自己來可以坐一人坐這邊。 兩個人的話可以坐兩人坐這邊。 然後這個車有WiFi。 上個廁所。 車上的廁所感覺味道一言難盡。 最好戴個口罩去上。 然後那個 這個導遊妹子跟我說。 在市裏的時候不要上。 要出去再上。 所以我覺得他那個廁所很有可能是直接排出去的。 看不清嗎? 看一下隔壁座。 他的還是挺寬敞的。 寬敞度能趕上那個高鐵吧。 然後 他說是 他說是160度躺。 但是我現在還沒有完全放平。 因為我現在還不想躺。 吃點東西什麼的。 等到晚上大家應該都是躺著了。 然後如果你躺著的話 你的那個座位基本上會伸到對面的那個腳上。 所以如果大家都躺的話就是全部都躺下。 這個大巴票不包括一個2塊5的。 Terminal費。 還好我有現金。 如果要是沒有帶現金的話就完全沒有辦法。 這邊很多地方不能刷現金。 不能刷卡的。 我們車要駛離大巴站。 買票的小哥。 他們是這個大巴站的工作人員。 他們這兒的硬幣是 一般是1塊2塊跟5塊的。 10塊錢的話就有紙幣了。 還有個50cent我之前沒見過的。 不過應該沒什麼用的地方。 這邊買瓶水都要5塊8塊的。 這邊都是按座位不錯的。 而且我發現它停了很多站。 所以它開9個小時其實有很多時候在路上接客的時間。